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本来有网友说 你好好休息一下嘛 周末 不要点点今天事了 好看现在已经非常晚了 为什么很晚呢 我刚刚才回到酒店的房间 昨天 今天 我 跟我的几乎 平常的每个星期天差不多 我总是会见到 来自于很多地方的一些朋友 有的是很好的 几十年的老朋友 无论是他们是学者 商人 我相信的一件事情是 有时候联接你们这种关系的老朋友 他已经不在人间 所以我们在一起 会有几十秒 或者几分钟的沉默 这位朋友 是一个大学的 美国一个很顶级大学的教授 他生前的时候我们非常激烈的争论 他经常在家里面炒一个菜 拿一瓶 能度很高的酒 一边喝酒一边蒸 但是他后来 去世了 莫名其妙 突然去世 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 但是这一次见到一个朋友的时候 他跟我说 毛毛毛 以前 每一次碰到的时候都讲到你 讲你的事情 这又是我没一分 又是伤痛 同时也感到欣慰 因为有了这位 生命运朋友已经去世了 但是 他把我 一直很尊重的 一位 所希望见到和聊天的 一位思想者 我们认识了 所以我们聊得很开心 吃了一顿饭还不行 还是吃了第二顿饭 第二顿饭还不行 今天还要喝酒 方言无忌 当然谭王就忘记了 不知道谭什么 但是那么的坦率 可能乱讲话 或者谁也得讲话 这就是 彼此信任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私下的倉库 就是一种 特别有情的 感情的一种证明 有时候我们公开的时候 可能还要更加严肃一点 但是私下的时候 就可以 互相争论 互相有一种 激情 我一直记得几十年前 以前 我们搭着一个脸盆 去喝啤酒的日子 在房子顶上 每个人都畅怀自己的感想 那个时候 真是一个沉默奇特的 一个时代 几十年过去了 有的人已经成为了 那种 一网粉丝 甚至不只是 一网粉丝 几亿 几十亿 但是因为有了过去的那种友情 他们到纽约的时候 可以跟我早午去吃饭 聊天 喝酒 乱看一顿 各奔东西 没有恩怨 剩下的是人间的友情 那种感觉非常好 有的人当官了 在公会的场合上面 他们可能景象甚为 但是一旦回到 这种曾经有过友情记忆的圈子里面 重新谈论的时候 又是那么的随意 人间的这种私人的友情 那真的是 是我人生 最重要的家具 还有时候 你会遇到一些新朋友 像昨天 跟一批教授 一批商人 一批艺术家 很多人在一起吃饭 大家当然是胡说八道 互相讽刺 互相 鼻子 可能还有自嘲 非常愉快的一个晚上 应该算是前天晚上 这样算起来时间 哎呀 遇到了一位 科学家 马上那个学院 读过书 哈佛大学毕业 然后又在另外一个大学里面 读博士生 突然发现他所研究的一些方向 所诚实的一些事业 跟我现在做的一些事情相近 所以我们今天 又聊了很久 其实有一些事情聊起来 也是我们现在的困惑 也是现在 很多人试图解决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讨论到 知识产权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 美国和中国在一种贸易战争中间 或者说还没有开始贸易战争吧 严格意义上 但是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分歧点 就是美国人 认为 中国人 有一些人 有一些企业 有一些部门 就是没有任何故技的 或者是偷偷摸摸的 去侵犯知识产权 这个对美国的伤害 是极其严重的 因为知识产权 就是现在社会 文明社会里面的 能够促成 社会发展和进步的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点 如果你知识产权 不能得到保证 那么创造知识 创造产权 创造技术成果的人 就没有那么强有力的 动力或者是资源 去推动科学技术的 进步发展 但是 知识产权的问题 不仅是中国人 仍然存在的一些 侵犯知识产权的状况 实际上在全世界 犯了之内 知识产权被侵犯的情况 也是相当的 严重 一种什么方式 是保证 知识产权的 合理性的存在 合法性的存在呢 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的 一些方案和思路 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 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就是 言论自由的责任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我是一个 媒体工作者 在中国我是从事媒体工作者 在海外 没有别的技能 也是从事媒体工作 但是在这个媒体工作中间 我史上 呈着一个非常 严重的困惑 就是 怎么处理 不同的观点 怎么处理 不同人呈现的事实 在传统媒体的时代 办报纸 办杂志 办电视台 从事电视节目的主持工作 出版书 我们有困惑 有很多的盲点 但是现在 很快媒体时代 被一个互联网驱动的 一个新的时代 所改变 传统媒体 几乎必须要借助 新鲜的网络技术 才能迅速地增长起来 有的很多传统媒体 已经停刊了 不再发行 不再广播 原来人们认为 这种新鲜爆炸的时代 一种新鲜自由交流的时代 一种社交媒体的时代 应该会 产生更广泛的新鲜交流 应该使人们对这个世界认识到 更加的宽阔 但是没有想到 一方面在矛盾程度上 已经实现了信息的 爆炸性的增长 人们交流的 全球化的状况 但是另一方面 虚假的报道 虚假的信息 虚假的内容 这种对世界 或者是对一个国家的 撕裂的程度 实际上 比原来传统媒体 还要严重 这种状况 不仅是虚假消息的一种 蔓延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 是我们缺乏了一个 公共的平台 社交媒体 表面上是全球化的 表面上是更加开放的 但是实际上 它使很多的虚假消息 有了更流传的 空间 而且非常兴闻 而且那些错误的观点 会有很大的 明后性和市场 所以 怎么样更准消息 得到更准确的传达 怎么去识别 那些虚假的消息 怎么样 人们在更宽阔的平台上 能够交流意见和看法 但是靠一种 执念原则 或者是靠一种 道德的自立 似乎现在 都不能完全 解决现在的 信息的混乱 一种 价值的扭曲 或者是观点的误导 所以 光是靠职业原则 光是靠道德正义 光是靠意识形态 这是不够的 所以 我们讨论的 就是怎么利用现在的 科技的手段 区块链的技术 大数据的技术 记录 传递 辨别 新闻的真实 让更准确的消息 扭圈之处 而不是虚假的 扭圈的消息传递之处 让不同的观点 在更宽阔的平台里面 得到传播 互相碰撞 互相辩论 但不是互相的攻击 互相的高兴 这个是 我的兴致 也是很多媒体工作者的困惑 也是很多的 受众 希望所出现的一种新的希望 就是 少一些假的信息 少一些恶意的攻击 少一些扭圈的观点 我们正在努力 我们正在努力 我希望 几个月 半年 能够呈现出 一些新的 这样一种 出版品 一种网络媒体 一种新的 信息的平台 我们现在都知道 有一些事情 在人类几千亿中间 思想家 人文学者 政治家 都想过很多的办法 让人类文明 有更好的 更多的一些共识 要大家更多的 不是对抗 而是联手一起 来推动文明的进展 但是 从工业革命以来 人们初见发现 当 工业文明的这种巨大的 对生产方式的 改变 实际上 它的时代 和社会和国家力量的 改变的程度 往往比 那些意识形态 那些宗教 那些民族主义 甚至一般 以一些思想 来得更加直接 那些浓烈 二战 或者是一战 在某些战争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发现 基本上 军事装备 科学技术发展 对一个国家 在一个战争 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二战以后 美国的 这样成为世界领袖的 一种 重要的一种基础 就是来源于 知识产权的保护 来源于 信息的自由 流通 简单来说 科学技术 由此而 在这种基础之上产生的 科学技术 成为了美国 能够领导世界潮流 能够成为世界领袖的 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中国在八十年代开始 改革开放的时候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 就意识到这一点 实际上讲圈了 一个国家的力量 就是体现了它 一种科技的进步程度 最近的 中美贸易的纷争集中 大家开始 各自展示出自己的 对付对方的清单 结果我们看到了 中国列出来的 对付美国的 就是农产品 而农产品的价格 农产品的市场 和农产品的 生产能量的广泛性 使这个农产品 很难成为 制约对方的 一个很有力的武器 即算是 在某一些地方 农民的利益可能受到 一些减少 但是那不是毁灭性的 而在科学技术方面呢 美国对中心公司的 七年的禁令 那不仅是对 中国中心公司的 一个毁灭性打击 同时 会极大的影响到 中国的科学进步 中国的科学进步 虽然 芯片 在中国的整个的经济领域里面 它不是一个 巨大的数字 或者是具有 决定性的 经济增长的 一个数字 但是它对中国 整个的产业 的提升 和持续的 发展 起了某一种 数量性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前天 我们的 《全球新闻年报》里面 讲到了 中国量 量的其实是高粮 打的是人家的一些芯片 纯粹 不在一个档次上 而这一种状况 如果美国认真起来 不仅是针对中心公司 华为公司 或者极乐公司 都会相接而来 而科学技术的发展 美国的力量 在全世界占了相当大的 一种比重 那么虽然 中国的 自我的 经济的能力 自己的内需的市场 而且 还有一些落后国家 落后地区 或者说 经济的 需要外面市场 介入的一些地方 使中国的经济 不太可能会出现 力气性的崩溃 撞跑 但是 由于科学技术的 缺乏跟美国的交流 和合作 得到美国的援助 那么中国的 科学技术 落后即逝 那就是其他行业 也会相继的 落后 正好在这个时候 中国开了一个 信息与网络安全会议 这个会议 好像很久没有开了 因为习主席很忙 因为这个会 以前叫 中共中央什么 信息网络安全领导小组的座堂会 这一次突然变成会议 为什么变成会议 第一个 已经不是领导小组了 是一个委员会了 也就是说小组原来是跨部委的会议 它具有很大的临时性的特征 而委员会呢 就具有很大的决策 对含义 果然 这一次的会议 的规模程度 虽然政治局常委 已经 名声失望 但是毕竟是一种 级别的一种代表 这一次的会议 政治局常委 几乎都出息了 习近平 作为这个信息网络安全的主席 他当然是一手包天 发表重要讲话 其中的讲话 就强调了 科学发展 是国家的重中之中 或者叫重中的力气 用词可以说是很重 这也反映了 中共在跟美国这一场较量中间的焦虑 紧张 或者说 有某一种努力 但是 完整的看了这个讲话以后 你发现 中国怎么去发展科学技术 因为科学技术 必须有非常严格的 一种 一种遵守 这种遵守 就是知识产权的 法律保护 但是在中国现有的 这种司法空间之下 怎么会 让知识产权 得到非常好的保护 从来让知识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 得到很好的 法律的保护 第二个 科学的技术的发展 得益于 信息的自由流通 你很难相信 美国这样一种 科学技术的发展 没有得到自由信息的 支撑 但是中国对 科学技术 对网络安全 居然把网络 作为国家安全的来考虑 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考虑 中国把网络安全 中国把网络 把它上升成一种 主权的概念 这完全违背了 互联网的基本的精神 中国这些年 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 依靠某一些技术的程度 试图把 互联网 打造成为一个 国家的主权 别人不得侵犯 也就是说 自由信息 没办法得到流通 但是大家想一想 今天的越南 仍然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国家 今天的俄网斯 仍然饱受西方国家 和国际社会的批评 但是这几个国家 它们都有很开放的 自由的媒体 社交媒体 不是说 它们自己办的这个媒体 而是说 它们可以自由地 接受外媒的自由资讯 这是科学发展 这是社会发展 这是文化娱乐的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但是中国 一方面知道 要拼命发展 高科技 因为只有高科技 才能 推动 传统经济的改变 让经济出现 一个巨大的升旗 但是中国恰恰是 利用它的防火墙 把中国的互联网 完全变成国语网 我们不叫局语网 叫国语网 把它自己和国际社会 完全分裂 当然 你一方面 你拒绝了外面的性气流域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一种方式 反映你 比越南和俄罗斯还不如 而且 通过这样一种性气控制的方式 使人们的 关系 社会的关系 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加的 刚性 而且 采取这一种切割的方式 固然 使那个 在他们看起来 采取控制的互联网 不能进入 中国 保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但是 一个不能和国际世界 连接在一起的互联网 能够叫互联网吗 互联网的 精神 不仅是自由的 它同时 也带来了非常多的 功利性的帮助 它会使中国的科学家 中国的思想家 跟世界的 信息 文明 是完全连接在一起 中国有很多聪明人 而且中国人数 这么多 在这么一种巨大的人口 的 数量的情况之下 会出现非常多的 具有创造性的人物 但是 这些创造性的人物 不能回到农业社会的时代 你今天发明一个东西 过几年 或者过几十年 另外一个人 又发明同样一个东西 而且 缺乏一种彼此竞争 彼此学习的机会 某个国家 它发明了某一个东西 但是那个东西 在中国 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提升 更大的改变 这些东西 都是要基于 兴趣的自由流通 如果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 很难说 中国跟世界的文明就接轨了 我们先不要说制度上彼此的冲突 我们就从自信的基本流通来讲 中国人真的是 没有自信心 这不是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 中共 他们缺乏最基本的自信 这种缺乏自信 这种缺乏自信 不仅仅使 老百姓得不到 自己的自信 老百姓也没办法通过世界的媒体 表达对政府很多政策的不满 抨击和批评 更重要的是 也不能说更重要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中国失去了 跟世界同步的机会 自己的网络 不叫互联网 叫局务网 或者叫国家网 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 你怎么会相信 中国会出现一批又一批的 具有创新精神的 新一代的科学家 发明家 科学 科技企业 科技研究机会 很难相信 这一次的 中美的贸易的救护 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 一些贸易的规则 要重新建立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 中国的信息 如果不能跟世界的信息 凝结在一起 慢慢 中国人可能就变成了 化为之名 他就跟世界会产生一种图结 我看到习近平先生的讲话 有一点想法 他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强调了 科学的 就是在 国家发展过程中间的 黑心的角色 但是 一种网络安全的话 把它接到了 一些 急于前代想出现的好的状况 变得不太可能 几乎不太可能 习近平是很多文会的主任 很多领导小组的组长 他每一天 非常繁忙 处理一个 又一个男士 一个会议 又另外一个会议 他这番 讲话 有多少人 可以把它执行下去 螺丝下去 或者说 随着实际的变化 而不断的调整 在中共现在这种体制之下 人人都怕出事 怕正当责任的情况之下 很难抱有希望 所以我昨天讲 前天讲 如果 科学技术 在今天 在中国出现了一种断裂的话 那一种 在中国的 跟世界的距离 比原来想象的 要拉大 因为过去 美国人没有意识到 情况有那么严重 中美之间的关系 所以中国一方面建立了 自己的封闭的帝国 但是另一方面 又享受了 开放的西方 尤其是开放美国的 整整的好处 但是现在川普不是这样 川普开始要 改变这种局面了 而且 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 不管谁 担任美国的总统 和中国 尽造贸易上的平衡 几乎都难以避免 而贸易上的平衡 其中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美国的知识产品的保护 而这一种保护 是对权力的保护 而中国对知识 科学技术的一种保护 实际上是一种封闭 不能再玩毛泽东时代的 自力更生的游戏了 能自欺欺人 自我振奋的游戏了 今天的事情 就是必须要彼此学习 所以 习近平先生 提出了所谓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 是国家 重要的力气 但是不能另外一方面 又完全地跟世界 科学的潮流 想对抗 不让人们接受自由的自信 中国 今天当然不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当然不是一个自信的国家 如果它开放 或者是自信 你去想一想 它还会封锁 中国的 封锁海外的网络吗 封锁自由信息的流通吗 我在早几年的节目里面讲过 我说我希望 海南岛的 自由贸易区 能够成为一个 信息流通的地区 未必一定在那里办报纸 未必一定在那里办 网站 但是 境外的 网络 在这个地方 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我说 明镜河北能不能在海南看得到 有人马上就把它变成 明镜河北现在在海南岛看得到 然后 明镜跟中国有什么交易 哈哈哈哈 我诚实是一种假设 我就是说 未来 如果自由贸易区在海南岛真正实施的话 自由信息的流通 是必要的条件 如果自由信息流通 在海南岛不成 没有防火墙的话 那么明镜当然就可以看得到 这是我诚实是一个 假设性的一种话题 不过 有网友误解 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一个媒体 大家可以看更多的媒体 而即使说在这个明镜媒体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摄影 再通过一种不同的摄影 大家可以增加自己的判断力 这就是一个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如果中国一天达不到这一点 中国真的就是 谈不上有任何 将它自信的理由 也不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我们现在 先不寄希望 全中国 会变成这样 但是我们对海南岛 可以寄予这些想象 它未必办一个独立自由的媒体 但是它可以让独立自由的媒体 在海南岛可以流通 非常晚了 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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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赞 请不吝点赞